在遥远的彩虹小镇住着一群充满好奇心的小朋友 他们的学校彩云小学正面临一场特殊的学习冒险 原本他们计划到海岸进行环保实地考察 研究海洋中的垃圾问题 然而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情况 学校转而进行远距教学 让小朋友自己动手 透过线上环保砖案 发现身边的环境问题 故事的主角是小明、小妮和小飞 他们是彩云小学的好朋友 当学校宣布进行远距教学时 三人一致感到失落 因为他们原本期待着亲身走到海岸 一同探索大自然的奥秘 大老师的巧妙安排改变了一切 在远距学习的第一天 三位好友收到了老师的任务 这学期我们又一起来保护地球 我们的新专题是家乡的海洋 我们的责任 听到这个任务 小明、小妮和小飞的心情 像晃了个天 专案的第一个任务是 社区环保大作战 小朋友们被要求在自家附近搜集垃圾 分析哪些垃圾可能会流入海洋 危害生态 他们获得了一个特殊的垃圾袋和一个小手册 上面详细记载了如何区分不同类型的垃圾 以及它们的危害程度 小明、小妮和小飞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开始了他们的环保大作战 他们走遍了社区的每个角落 细心检视着地上的垃圾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发现了许多自己从未注意到的地方 原来家乡的角落里也藏着很多环境问题 当他们将搜集到的垃圾带回家时 他们发现可以透过分类和统计 更深入地了解社区的环境状况 小明的爸爸是一位数学老师 他热心地帮助小朋友们建立图表 展示不同种类垃圾的分布情况 这场家庭的合作 让学习变得更加有趣 接着 小朋友们将这些数据整理成报告 并透过网路平台分享给全班同学 这时 他们才发现原来每个家庭 都有自己的发现和感想 小妮的妈妈是一位作家 她帮小妮将报告文字化 使得报告更生动有趣 小飞的家人则提供了一些 关于环境保护的专业知识 丰富了整个报告 透过这次远距环保专案 小明小妮和小飞不仅学到了如何保护环境 更深刻地体会到家庭的力量 他们的家人成为了他们的最佳合作伙伴 一同守护着这片美丽的地球 而更令人振奋的是 这样的合作让整个社区都参与进来 形成一股强大的保护力量 当学校重新开放时 小明小妮和小飞成为了采人小学的环保英雄 他们的专案不仅改变了家庭间的互动方式 更拉近了同学间的距离 彩虹小镇因为这群热爱环保的小朋友而更加美好 每一位孩子都像一片微光 为这个小镇带来了无尽的希望